好像比昇爺還迷幻,昇爺平時畫的那些 其實現在一個圖上面那個 阿成,聽到同事可否大聲一點? 阿成,聽到嗎? 是,聽到嗎? 聽到嗎? 是,我們聽到 現在一個圖上面 你看到蘇早出來的圖 其實是一個光陰箱來的 是光陰理論上其中一件事 其實光陰理論是非常廣闊的 這個箱的背後理念其實是一些循環周期的 它的理念最重要是 一句名句是以往的事發生了的 未來都會發生 重複又重複一個周期 一個周期至一個周期 不斷地上上下下的 其實光陰箱 其實如果你用軟件 它有沒有用呢? 其實應該你看到現在的布格機 或者說以前舊公司的Bomberg Bomberg也有用這些軟件 代表它很有功效 不然它也會直接沒有這個軟件給你 這個光陰箱其實好像一張網 你眨眼看 你又沒見過的好像很複雜 其實我可以就 約略就說 講一個畫法給你聽的 你如果自己畫 找線來畫 畫完之後你剔除一些線 剔除了一些 跟走勢沒有什麼相關的線 其實它的勢態就非常明確很多了 但你看到現在圖裡面是正方形 這個是周線圖來的 其實你只是找歷史高位和歷史低位 一半是長方形 再拉過去 其實你可以任意畫的 我就畫了一個正方形 就是剛剛一個鏡影 就是叫做複製過去 左邊的長方形複製 下去右邊的長方形 變成了一個正方形 現在它的跌勢 你預計它 假設它見了底 如果它還沒見底 你斷了之後 你可以再畫一個 又或者你可以畫一個 底頂的長方形 用一些比例向下移 如果你說用晶爺的Feverity 即是0.320.618 江欣就不是用這個比例的 它就可以用最少是2分1 然後隨意隨意隨意 4分1 4分1 8分1 16分1 一路隨下去就可以 32分之1 64分之1可以的 那就是看你拿的區間是什麼 譬如這幅圖就是 都成萬點的 這裏是1萬2千多 1萬2千 這裏是1萬3、3、4、8、4 去到現在的低落 大方1萬2、3、6 到現在的低落 大方1萬2、3、6 那如果我 因為我給你這幅圖 是用這幅圖 其實你如果用回周線圖 就清晰 比較清晰一點 因為周線圖就是 2、2、2、5、0、5、0 2、5、0、5、0 就下回到這個 123、5 那就是6千多點 那這裏值得一提 就是江欣經常講過圓的 就是360度圓 江欣是講360度圓 那就是它是為之一個周期 就是一年是360日 類似的 那如果你這麼巧你計算 你可以說它是用360度來做一個 就是它是講時間和空間的 那這個空間可以說是一個 那個上下的那個跌幅 那個幅度 那時間就是你現在差不多跌了 跌了四年半 那現在這個圖也是的了 那未來是反彈的話 那就 那你就可以按照圖的那些線上去 那你也可以用回 類似它 現在你分了四條線 你可以 它現在在下面的四分一 四分一那個區間 就是最下一個區間 就是橫行 那如果斷了上去 就去中間的四分二那個區間了 就是你可以看著那些線 看著那些線 其實這個線是叫做光陰角度線 光陰角度線 它你由這個 你從左邊最下角那裡引伸上來 它其實可以是45度 22.5度 11.5度 這樣分下去的 而這些線是怎樣用呢 其實是 就是如果你的斜度是越斜 這樣就自然是上升的速度慢 或者相反反過來 下跌的速度慢 這樣 如果是跳線的話 就是由一條線去到另一條線 就是它的速度 上升速度 或者下跌速度 都會是快了或者慢了 就是這樣的意思 那如果我 那你如果自畫圖 其實是將那個四方形的對角線 打一個交叉 那就拿了一個中位 那個交叉 交叉中間的中位 就是一個 你可以畫一個十字型 十字型 然後又變成一個米字型 這個畫分出來 就變成四個區 四個區 上一個正方 下一個正方 就是四個正方形 你又可以再分 分成十六個小正方 那些線呢 你可以看到的圖 是用一些對角線 就是長方形的對角線 四方形的對角線 你全部畫出來 就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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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線了 那你如果不畫那麼多 你看到它的走勢是怎樣的 類似的走勢是怎樣的 那你就可以剔除了那些多餘的線 如果你自己畫 那如果 你現在 你現在就這樣 看到這幅圖 就是反彈的幅度 明顯是 速度是小很多的 現在就是 上上落落橫行區的 那這幅是周線 那你如果 你可以 你可以 變回日線圖 也可以的 日線圖 你照畫的 用高低位來畫 那我出了一張 是日線圖 是的 你可以用日線圖來畫 那其實很簡單 你又是找一些高低位 那就是輻射過去 找一些高低位 輻射過去 那如果你不 這個是最簡單的做法 要不然 你就可以用它的周期 譬如360天 它是用自然日的 如果你的軟件 是用自然日的 它有些佈架機是用自然日的 自然日 即是不是交易日 已經去完七天了 那如果你平時是用交易日的 其實都OK的 不過它是光陰是用自然日 那你用交易日 我口氣都其實都不差太遠太遠 不差太遠的 那你就可以用回它的高低位 即是如果你用自然日 畫個拍 那就是360 720 那些 但是我自己就畫 比較是拿它的高低位 拿它的高低位出來 然後你是 因為如果你用軟件 你就任意拍的 任意拍那些位出來的 那你就可以用 將你的雙左而右而 移到一些它非常之貼的線 非常之貼 即是它的走勢和那些線很貼 你認為很貼很貼的時候 你還沒有定了它 然後你可以取消它 又可以 跟著它的方形來畫 畫些對角線又可以 如果你有這樣的軟件 你可以直接把 因為我講過它是 講周期和重複 由重複發生的 那些事 你可以將它那個 那個雙 整個複製角隔離又可以 上移一半又可以 即是二份一那裡 即是你 如果你想它是會上升的 將那個雙 托高一半 即是將它上移 底線就是在現有的雙的中線 如果你覺得它是下移的 你便將那個雙 將它頂部下移到 前一個雙的中線 即是任意畫的 其實這些是很任意的 不過任意還任意 它的背後 是有那個理念 是值得遵守的